中华奥运代表团搭乘包机前往东京 却爆出了让官员坐商务舱 却把选手塞在经济舱的争议 政府总统行政院长接连向选手们道歉 行政院长苏贞昌更表达痛心 事后要究责 下午就传出体育署长张绍兮请辞的消息 但辞成没有被批准 争议持续延烧 前超马好手林毅杰也帮运动员发声 说重点不是在总统的道歉 而是台湾一直以来对体育权益的漠视 因为国家跟选手之间并没有法律关系的保障 林毅杰认为国家应该立专法保障选手权益 最不该的是官员不应该坐进去商务舱 我非常的痛心 这样的安排不好不对 我们很对不起 坦言安排不当 行政院长苏贞昌诚恳道歉 为了中华奥运代表团包机座位争议 院长下令要就责 体育署张署长第一时间已经向我口头请辞 并同时递交书面的职呈 体育署长张绍兮自请下台负责 不过没有获准 教育部长也跟署长第一时间出面鞠躬道歉 因为让选手们搭商务舱出国争光 可是总统亲口承诺的是 未来参加国际重要赛事的选手跟教练 都以作商务舱出国争论 亏代国手引发民怨 服务院高层 齐声道歉 但看在体育界前辈 前超马好手林毅杰眼里 关键其实在于台湾对体育权益的末世 官方说法座位安排是防疫考量 因为商务舱位置不够坐 才让选手们在经济舱没花坐 36个商务舱座位 全留给行政官员和教练团 这个做法指挥中心也不敢背书 没有我们有建议要有防疫的距离 社交的距离在 立委洪梦海加码爆料 提出中华奥会的机委招标企划书 直列了11个商务舱座位 其他都是经济舱 质疑中华奥会打从一开始 就没打算让选手搭商务舱 说好的超前部署 如今沦为空投支票 但招标书事实为何 有待奥会说分明 记者林审静宏的财 体表报道